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扣准審問的刺客耶律文審問得清清楚楚 於是叫耶律文在口供上簽紙畫押 就運回他入牢 接著扣准帶著口供去南清宮見百賢王 當時雙王夫妍匹遣也在座 又趕快找楊綠郎來 扣准將刺客的經過告訴他們 大家聽到很高興 因為有了耶律文的口供 足以證實潘仁美勾結遼國陰謀造反 在皇上面前一定能夠告到他 扣准說快把老賊作起來才好 百賢王說要奏命皇上才然後再捉 扣准說不可以 萬歲搶著潘仁美 你和皇上啟咒走漏消息 潘仁美還有說不得肩嗎 我認為皇爺你下道命令 調人去捉潘仁美 再向皇上啟咒也不遲 白賢王一聽說 覺得有道理 於是他說 好吧 立即寫道命令 叫太監陳林去調鎮守京師 那五百名御林軍 去潘府逐拿潘仁美 那百賢王還吩咐說 寬府裏面有誰膽敢拒捕 格殺物論 呼嚴騙說 我帶人去捉 好 扣准說 皇爺 我已告辭了 我去那邊看著 一捉到人 我就馬上升堂審問 扣准說完 對楊六郎打個眼色 二次即是說 你出來一會兒 我有說話說 六郎就跟他出去 兩個人一前一後就走出南清宮 出了大門口 六郎就問了 什麼事 扣准說 楊棍馬報仇機會到了 你還不動手啊 怎樣報仇啊 御林軍一包圍潘府 潘仁美就必定跌肩的 呼嚴騙就截著前門 他實問後門走的 你埋伏他軟軟固硬 只要他一出來就抓住他 這次就不要交給皇上了 交給皇上又是放走的 好啊 我就說這麼多 你懂得怎麼做的 楊六郎聰明 一點就明白了 連亡上馬回府 帶著兵器 直奔潘太師府 這時候已經到了喊門 陳臨和夫妍匹遣 調了五百名軍術 封著府門 軍術大聲喊 開門 等了很久 門開了 有六個標形大漢出來 都是拿著鋼叉、鐵鏟、木鋼 一個個演凶特徒 凶神惡煞 咦! 做什麼呀你們 我們奉旨、竹拿、判人美 和遼國奸細 快將人交出來 如果不是就要搜查了 老太師不在這裏 充軍發配去了溫州 男主人全部走 裡面有女眷 你們不能搜查 亂說 有人看見判人美 搜查 等等等 要搜查要稟告老夫人、小夫人 嚇壞他們 嚇壞他們 有罪 你不要忘記了 你這裏是黃襯 你快點回去報告 那些家丁 趕快回到後宅書房 找潘仁美 原來那個潘仁美 他要發配充軍 本來應該離開京師 潘仁美當然不願意受充軍之苦 而且又怕楊六郎一半路劫殺他 所以柳爺寫封密信和女兒商量 潘素蓉接到他密信 就叫大太監劉霸來 將這件事說他聽 劉霸就說 潘太師根本就不用走 等我去監牢 找幾個判死罪的囚犯 叫他們代替太師他們充軍 這樣就成功了 敏娘娘 是呀是呀 那你快點去吧 麻煩你了 那結果呢 劉霸就去大理寺託人情 用偷糧換柱的辦法 救了潘仁美和他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出獄 那邊囚扯一出驚詩 潘仁美他們就靜靜回家了 當晚 遼國派了兩個人來 就是敏希木和耶律文 這兩個人奉了蕭太后的命令 來找潘仁美 那晚他們正在後花院密針 誰知被馬夫韓永年聽見了 潘仁美怕酒樓風聲 就叫了韓永年入府 將他運起來 晚上 耶律文女行刺叩 又去沒有回 潘仁美就怕了 他正在和敏希木商量對策 突然間那些家庭進來稟告 老爺 盧林軍封著大門要來抓你 還要抓遼國奸世 要入府搜查 潘仁美大嚇一驚 哎呀死了 你們出去頂住 那些家庭出去了 敏希木也怕了 潘仁美說 官軍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實在耶律文被捕 招了口供頂 我要馬上走 明天被他們抓住 我就沒有行的了 潘仁美說 我亦要走 皇上判了我衝軍 我沒有走到 犯了欺君之罪 上次女兒救了我 這次就惡搞了 算了算了 我跟你們一起去投奔蕭太后 這時候 前面已經打到冰冰棒棒 潘仁美叫潘仁潘虎被馬 父子叔就五個人 加上敏希木 六個人急急摘到後花園 潘仁打開閣門 裝裝外面沒有人 進入手 幾個人把馬牽出門口 飛身上馬 誰知道剛剛到了巷口 迎面有人大喊一聲 潘仁美 這次你走到哪兒 潘仁美定眼一看 眼前有緣戰將 全身著數 騎一匹白龍驅 手握盆龍金槍 原來是楊六郎楊延超 哎呀 嚇到老賊 桑雲落魄 潘龍潘虎又急跳牆 他大喊一聲 楊六郎 你真是想趕盡殺絕嗎 看刀 兩個人沒有起大刀 毒劈華山 一起斬下來 楊六郎不方不望 花個夜馬分鐘 匡匡匡 左右一撥 然後對著潘虎虛仿一槍 潘虎以為刺過來了 撥曼一閃 誰知道這招 六郎是嚇著他的 槍一順 突然對著潘龍的空前刺過去 潘龍一點防備都沒有 啪 一槍就拿了他的命 潘虎見陸郎刺死了他哥哥 有一吹箭馬向前衝 舉起大刀 向著陸郎後枕斬過去 陸郎將他身一閃 避過大刀 槍尾一督 射 打正潘虎雲睛 當堂打到他沒命 跌落馬 殺了這兩兄弟 楊六郎再來找潘仁美 糟了 不見了 看一看 前面遠遠有一匹馬 拼命向前跑 陸郎吹馬 就追 一前一後 出城門 又追了三十幾里 前面就是黑松林 潘仁美偷笑 心想 入了松林我就可以了 楊延超追不到了 怎知他剛剛來到松林 有個大姑娘突然在裏面 飆出來大聲地說 潘仁美 你沒有人扔了 這次 你大姑娘在等著你 判人美一看 哎呀 糟了 原來是楊牌峰 糟了 糟了 這次 前有楊牌峰攔路 後有楊六郎追趕 腹背受敵死了 這次 對了 楊牌峰又怎會來到這處 原來昨天他就拿著一落柴 正是想跟泰軍煲水 扣准那個書童扣安 來到天波府找他說 老爺說 今晚要抓潘仁美 叫你們派人在城外 東西南北各個路口 把手住 千萬不要被老賊走掉 老爺還說 尤其是要封硬黑松林 如果這次還被他走掉 我們老爺就不理了 扣安走了之後 楊牌峰說給八姐賢奇和九妹賢英知 馬上帶齊家丁 出城去攔截潘仁美 因此 在京城通向各地的煙喉耀道 都有楊家的人馬看實 楊牌峰帶著四個家丁 剛剛在黑松林埋伏好 哈哈 潘仁美那幾個東西就扔到泥了 所以楊牌峰立刻出來截著他 潘超潘楊一看 這趟不拼命不行了 鋸起大刀就對著楊牌峰斬過去 楊牌峰用燒火棍迎戰 三個人就打了一堆 文希夢說剛剛想走人 楊虎四個家丁上前 將他彈彈彈彈圍著 潘仁美見到這樣以後有機會了 剛剛想奪路逃跑而已 楊六郎及時趕到揮槍揚他 大喊一聲 奸賊 你逼死我父親 害死我七弟 今天我要和親人報屈仇 潘仁美將大刀一玩 他說 楊六郎 剛才你連氣殺了我兩個兒子 你又來趕盡殺絕 是嗎 你這樣動一下我 動一下我 看刀 廢武大刀就兜頭兜面 砍過去 潘仁美雖然會分兩度 這跟陸郎哪有得比的 楊陸郎洗個海底撈穴 用槍一架 一聲把潘仁美把大刀打飛了 跟著一個交龍出海 只見金光一閃 哎呀 當堂拿了老賊那條命 殺死了潘仁美的時候 潘超、潘祥、文希木 也都被楊排鋒打死了 楊六郎說 排鋒你帶人回府 我去金殿請罪 潘超、潘祥是我殺的 那我都去 你去做什麼 回去告訴泰軍 大仇已經報了 哦 楊排鋒對家丁說 快回去稟告泰軍 楊六郎進城的時候 已經天光大白了 只見潘府門前的御林軍已經撤走了 各位 扣准定落這條妙計說 搜查潘仁美是假的 實際上要把潘仁美逼出來 讓陸郎在外面殺了他 所以扣准知道陸郎已經盯緊潘仁美了 就要呼嚴霹遣收兵 自己就回家休息了 那楊六郎走過了潘府 直奔金聯寶殿去見皇帝 他稟咒說 申請罪 宋太宗都不知道什麼回事 我就說了 楊外興 你有什麼罪啊 萬歲 神為了和父親和七弟報仇 已經殺了潘仁美 潘龍潘虎潘超和潘祥 現在前來請罪 宋太宗聽了 哇 嚇得了 血液一下湧上頭 然後想 不會吧不會吧 太宗已經衝軍三天了 他就說了 楊外興 你亂說什麼啊 太宗已經衝軍了嘛 太宗欺騙皇上 沒有去溫州 他躲在家裡 最後 被我殺死了 宋太宗不信 派人去看 果然沒錯 還多了一句問希木的屍體 這個時候 潘家也派人來到金殿報桑 宋太宗這下發大火了 他說 楊延超你真大膽 孤王已經免了太師死罪 你竟然敢違抗聖子 殺死潘家這麼多人 你想造反啊 但是現在 一例 將楊延超推出五門 即刻就斬 不用等五時三刻了 寇俊看著八賢王 八賢王這時才知道 陸郎殺了判仁美的事 八賢王見到皇帝生氣 一時之間都不知道怎麼做好了 寇俊見到八賢王不出聲 他就搶著說 萬歲刀下留人 皇上正在寫聖子 聽見扣俊喊刀下留人 還兜多幾分 扣俊 你是不是想和楊延超講情 萬歲 我不是講情 陸郎該死 不過殺他便便宜了他 應該千刀萬寡才是 但是 宋太宗我聽說 你這樣說也差不多 八賢王在旁邊聽到 我激到死死了 你這個扣俊 你還在火上添油 宋太宗說 那扣俊 你有什麼話說 主上 我就是說 主上你對陸郎處置太輕了 應該要剝他的皮 滑他的眼睛才對 他有這麼大罪嗎 當然 誰叫他殺了國長和國寇呢 宋太宗我聽 嗯 知道裏面有骨 的 扣俊 你的說話要講清楚一點 是因為他殺了我的皇親 我才斬他嗎 那不是什麼 皇上 楊賢超目無國法 隨便殺人 不是說殺死了太師和國寇 就算殺死的是庶民百姓 也離英文斬 不對 如果殺的是老百姓 他便沒有罪了 啊 你的意思只是說 孤王不公道 爭著國獎了 是不是 萬歲 綠郎他為人 誰不知道啊 他為人老實忠厚 忠心報國 這麼好的人 為什麼非要殺潘仁美不可呢 他為了和他七弟報仇 因為他殺死楊七郎 我已經罰潘仁美衝軍發配 既然已經衝軍發配 就不應該追殺他 萬歲 太師應該是什麼時候出京的 三日之前 那為什麼事潘仁美死在黑松林 那孤王便不知了 主上 你罰他衝軍發配他不走 那算不算是違抗聖旨欺軍妄上呢 宋太宗一想 對 他問了 扣准 潘仁美沒有走到你是怎麼知道的 潘仁美在死囚監牢 花錢收買了五個犯人 代替他一家衝軍發配 回到家後 他又勾結遼國陰謀造反 那天晚上 耶律文敏欺穆兩個奸細 奉了大遼國蕭太后之命 叫他們來找潘仁美 策劃合兵 攻取邊關 攻打便梁 還送了兩匹好碼給太師 這還不止 太師又派了耶律文來我天官夫行刺 那晚如果不是楊排風搭救 微臣早就死了 因為耶律文被捕 沒有回去太師府 潘仁美知道這件事情已經敗路 才帶著他的子侄想靜靜逃跑 去投奔遼國 多得六郎在黑松林殺了老賊 大宋黎民百姓 才小守一場刀兵之苦 依神之見 楊六郎不但無罪 還有功主上 宋太宗問 你說判仁美勾結遼國 有什麼證據 這事有公辭一份 是耶律文寫的 講完他在三袖籠 拿出公辭呈上去給皇上 皇上看完還不信 就派人把耶律文帶來金典 親自審問 宋太宗的審 果然和扣准講的一模一樣 又叫耶律文女克 重臨應問希木的屍體 證明判仁美確確實是勾結遼國 又找大太監劉霸黎 對政收買死罪囚犯 代替太師充軍的事 裝正俱在 神苦實作 宋太宗這樣才沒有說話說 皇上沒有說話說 那楊六郎又如何呢 肉之後事如何 請聽下午語分解